其實為何惠州的交通都非常便利 目前惠州擁有九個高鐵站 惠州其實是二線城市 今年也公佈了 惠州是屬於二線城市 惠州的GDP可以達到5400億 惠東那邊就是賓海線那邊 惠東賓海線就有南中國馬爾代夫之稱 這個你就熟了 大灣區置業真的很吸引 但那麼多中介公司 為何選好啊 想安心賣大灣區樓 當然是找V家 分店片部講究新界 由灣區房市審慧年年均 為每位顧客提供定制化置業服務 設有V家管家王 V家裝修王 提供超多一條龍售後服務 還有合法匯款牌照 助理安心跨境匯款 有V家就有安樂的家 6677-7865 V家開心看樓團 如果大家想安心買大灣區樓 當然是找我們V家 大家好我是V家阿棠 我是V家永寧 永寧 管家王這張梳化真的很舒服 坐在這裏也想睡覺 是的 這張梳化管家王僅受2萬9800 我覺得家裏有兩樣東西一定要漂亮 第一就是床 經常要睡 沒錯 第二就是梳化和茶機 因為經常有朋友過來喝茶 這些麵紙工程一定要做得最好 舒服也很重要 沒錯 最近最近有點忙 衛州很多人看樓 一定是 疫情過後 這個市場 匯暖了 衛州這個市場 非常火爆 很多售樓署 我們去了 售樓署根本找不到人 因為銷售也在忙 帶著客人 每個人都非常忙 是的 我們在WhatsApp 有很多客人 諮詢 每天都出團 每天都帶客 所以我們 真的衛州 這個市場真的很猛 是的 最近衛州有個別樓盤 銷量也挺高 有些成交量也過百度那麼高 是的 你知不知道衛州市場為何那麼忙 唐哥你是衛州地膽 你專門分析一下 我分析一下 其中第一點 其實是跟衛州的政策有關 目前衛州很多數的發展商 其實是 那個價 還在保留疫情那段時間的價 即是還未有大升價 所以這個性價比是非常之高 大多數目前發展商 都是備案價6至7折出售 這個價真的很低 還有一個低手期上車 目前衛州是兩成手期就可以上車 很多樓盤 直接還有送手期的活動 送手期活動就比較容易理解 3至5萬元就可以直接月供 那是什麼意思呢 例如打個比方 100萬的總價 你手期就20萬 沒錯 貸款是80萬 很多發展商就只需要付5萬 付5萬 如果你的手期是20萬 你直接付5萬 發展商直接送15萬 送了15萬 那15萬是不用還的 即是相當於直接送的 你直接貸款還那80萬的銀行貸款就可以了 重點說是無套漏的 直接送給你是不需要還的 所以這邊的市場禁往 都跟送手期活動是有掛勾的 跟衛州這個市場 其實政策都改了 目前是針對港澳台人士 放寬了限購的政策 一個人可以買5圖 譬如說你和你老婆 兩個人可以買10圖 所以這個衛州市場近期禁火爆 所以是有原因的 第一個是送手期的活動 直接送不需要還 3至5萬就可以上車 這個是可能其他城市 都還沒有送手期活動 而有些是送的 就會需要還 送的那部分 你需要分期半年 分期一至兩年去還給他 但這個是直接送的 不需要還的 還有好像港澳台 可以買5圖一個名物 一個名額 是的 好像第一和第二圖都可以貸款 是的 還可以貸款 譬如說你買5圖 前期那兩圖都可以做貸款 一首圖是兩成 二圖是三成 其他那三圖 只能夠一次成 這句話說 透過限力 多些分享一下衛州 市場那麼旺 那麼好賣的其他原因 就是優勢 沒錯 我又分享一下 其實衛州 非常有實力 是一個潛力股 我分析一下衛州的優勢 第一個就是衛州 這個地理位置 其實很多人都知道 你打百度查看地圖 可以看越港澳大灣區的地圖 衛州是處於一個非常好的地方 你知道衛州的板塊非常大 它的發展的空間就會很大 潛力也大 看看衛州這個地圖 在粵港澳大灣區的排布 衛州上面是連接了這個 廣州 沒錯 中部就連接東莞 下面就連接了深圳 沒錯 你看回衛州被三大一線城市包圍 所以你說不發展是沒有可能的 是的 這個衛州是承接著三大一線城市的科技 和產業的外日 是嗎 那麼衛州其實是二線城市 今年也公佈了 衛州是屬於二線城市 你說回衛州這個人口 21年的人口大普查 是有606萬的城區常住人口 所以有些城市是300萬左右 衛州606萬可以達到地鐵建設標準 沒錯 看看衛州剛剛說到二線城市 衛州的GDP也非常強勁 在22年廣東地區的生產總值 衛州的GDP可以達到5400億 5400億 你想想多誇張 5400億可以排到廣東省位列第五 很強勁 簡直直接超過珠海 第一是無可否認 深圳、東莞、廣州、佛山 衛州是第五 所以衛州的產業是非常強勁 有GDP 政府有錢賺才會搞好路 以及各方面的社會福利 所以衛州是有錢的 因為GDP高 分享第二是 第二是 衛州是深圳都市圈的重要成員 你知道上次搞了政策 是深圳都市圈的一體化發展 中央政府也推奉 深衛一體化發展 以及深管衛同城一體化的規劃 所以衛州真的有政府的政策支持 所以發展都比較好 先說回衛州的交通 其實衛州怎樣好呢 衛州的交通都非常便利 衛州的交通 首先說回高鐵 目前衛州擁有九個高鐵站 其實很多人不一定知道 真的很多 三條線 沒錯 香港直接在西九龍那邊上高鐵 直接到衛州這個區位 基本上是 無論到哪個站 基本上都是圍繞著一個半小時之內 所以真的非常方便 九個 有些城市可能就兩三個左右 九個已經很厲害了 對 這是廣東省最多的高鐵站城市 就是衛州市 沒錯 說回第二個就是 有多少條線 剛才說是有三條線 首先說回第一條線 第一條線就是下心高鐵 下心高鐵最早的 一七年左右就開通了 好像是一二年 一二年開通 沒錯 這條線都非常多 香港朋友 曾經是成了這條線 非常熟 應該可以這樣說 下心高鐵有兩個站 第一個就是 衛陽站 大家非常熟 還有一個是衛東南站 沒錯 這條線已經開通了 衛陽站大家非常熟 就是之前那個 衛東南 沒錯 剛才說的下心高鐵有兩個站 一個是衛陽站 第二個是衛東南站 第二條線就是 幹心高鐵 幹心高鐵是前兩年開通的 幹心高鐵都非常多人乘坐 幹心高鐵有甚麼站 有個博羅站 博羅北站 博羅北站是位於博羅那邊 第二個就是衛州北站 衛州北站是一個超級大的樞樓 到時那裡會有地鐵高鐵 全部都有 基本上那些線 那裡交接都是 在那裡衛襲 沒錯 是一個大的樞樓 還有一個是仲海站 仲海站 即是衛州 仲海新區 高新區那邊 仲海 上面說的這兩條線 好像都已經通了車 已經通了車 還有一個是廣山高鐵 廣山高鐵 我們近期拍了博羅的樓盤 就會有輸出廣山高鐵 9月30日開通 今年 原本預計是年底 但它提前到9月30日 政府有加班提速去投資 所以廣山高鐵是今年30日 可以開通運營 有甚麼站 就是羅浮山站 我們上次拍十里方圓 對面的羅浮山站 非常漂亮 下車後可以到十里方圓 還有旁邊有個博士最喜歡的 那個搖濟 沒錯 那些就是羅浮山站 第二個就是博羅站 博羅站就是位於博羅遠城 羅陽街的雲布村 博羅站開通了 到博羅遠城都非常之近 這個站就近我們拍的 名句半山花園 是的 還有一個是衛州南站 衛州南站 是在衛城區那裡 三棟站那邊 沒錯 還有一個是衛東站 即是海邊那裡 即是商業灣度假區的位置 衛東站 港山高鐵剛才說的 這四個站 就是今年9月30日開通 即是開通了之後 就是衛州真真正正正 有9個高鐵站的高鐵大城市 是的 非常之便利 你坐高鐵非常之便利 還有不是說只得高鐵 其實衛州是有城軌的 城軌即是輕軌 其實是前幾年都已經開通了 但未必人人知道 未必人人知道 其實是衛州已經有輕軌 其他城市未必有 但衛州已經有 通了一條是管衛城際 管衛城際就是東莞至衛州 你知道了 不是說衛州很多深圳人 買來同城的生活 去深圳上班 衛州住 其實東莞人也很多人買衛州 為什麼呢 因為都是靠住東莞 基本上是隨著管衛城際 通了車之後 其實是很多人住在衛州 然後坐輕軌回東莞上班 沒錯 這個管衛城際有什麼站呢 首先第一個有一個力能北站 力能北站 第二個就是縱海站 縱海站 還有一個是衛環站 還有一個龍峰站 龍峰站屬於市中心 很多東西買的 為了老城區 交通也很方便 配套也比較好 我們經常去那裡吃點小食 因為那裡有很多小食 還有西湖站 西湖站大家比較熟知 因為來到衛州 必須要到西湖打卡 因為蘇東莞也去過 我們也想去看看 衛州西湖 對 國家5A級的旅遊景區 還有一個雲山站 雲山站在江北那邊 沒錯 還有一個是小金好站 小金好站 靠近衛州北站那邊 這個站都是衛州邊界 我們之前拍的幾個樓盤 都是比較近小金好站 這個是關於輕軌 這條線在前幾年已經通了 剛才說 衛州有高鐵還有輕軌 沒錯 說回地鐵規劃 其實很多人都關注衛州這個地鐵規劃 一直說 但未見到有動工 但政府是有實施去規劃 已經規劃了 目前來說 深圳的14號線 大家都知道江夏北出來那條線 直接到沙田站 沙田站已經開通了 很多衛州人 直接在家裡樓下坐2元公交車到沙田站 然後坐地鐵回去上班 回深圳那邊上班 是的 大家都知道 A間目前14號線 是預留了接口 預留了接口 到時衛州段有四個站 有四個站 其實這四個站的開通 真是前力無法估計 就是那個升值空間 所以真的不要等開通才買 你知道地鐵一響黃金買兩 也不是這個價錢 沒錯 沒錯 14號線有甚麼站 14號線有第一個是白雲站 即是白雲二路那裡 我也是住在淡水 我住在惠州淡水 應該有差不多10年 即是白雲路那裡 即是我家附近 有一個白雲站 還有一個是草陽站 草陽站在淡水市中心 即是城潔一中心附近 那裡有一個草陽村 即是草陽站 第三個就是大家熟知的 惠陽站 應該會叫惠陽南站 它是地鐵和高鐵在一起 到時開通法應該叫惠州南站 這個地鐵站 第四個就是新橋站 新橋站在新橋村 也是在惠陽 新橋村靠近 我們之前拍的亞居立花園 衛陽亞居立花園 其實那裡是屬於新橋村的地 所以到時 亞居立花園 即坐地鐵這方面 就會比較有優勢 因為它本身的地 就是新橋村 代表這個樓盤 其實到地鐵站 都是兩公里範圍內 這個樓盤都非常合適 去選擇 因為價格很低 你知道我們經常帶些校 去買買很多套 都是首期三萬元左右 就可以直接月供 其他首期是發展商送 所以非常吸引 成交率都非常高 都非常多香港朋友去關注 剛才說了 衛州有高鐵9個 還有輕軌 還有14號線的地鐵規劃 所以衛州的發展潛力 非常強勁 所以這個價格如果不買 到時真的不要說何悔 起碼拍大比 說回 說回衛州 其實還有一個地鐵規劃 說的是衛州1號線 即是衛州1號線 是由市中心一路轉向大亞灣這邊 衛州北到大亞灣這邊 衛州1號線都有很多個站 衛州你知道 有地鐵線 又有14號線 又有衛州1號線 又有輕軌 又有高鐵 真的不用擔心沒有交通 除了交通方面的優勢之外 衛州好像歷來 歷久以來名片這個企業 即是你說衛州名片 衛州名片是甚麼呢 衛州名片首先第一個 衛州你知 有大亞灣和衛陽那邊 是臨深陣片區 逐來都有說 深圳後花園之稱 沒錯 衛東那邊就是 濱海線那邊 衛東濱海線 有南中國馬爾代夫之稱 這個你就熟了 是的 因為衛東有218公里的海岸線 所以基本上它有三個度假區 衛東林平半隊有三個度假區 一個是阿婆國度假區 大家熟知信寮灣度假區 雙耀灣度假區 雙耀灣度假區 就是衛東 衛東經常很多人過去旅遊 每年都成千萬人加持 過去那裡旅遊 消費 所以衛東那邊的旅遊經濟非常好 十年地產 其中有四年都在海邊 我也經常人說 叫海王 其實我對於海邊是非常熟 有概念 是的 比較熟 臨深片區 我們都涉及了很多地產上班 之前 即是你想交通方面的 有地鐵有配套的 就臨深片區 就是衛陽大雅灣這邊 是 如果你想很享受的 很舒服的 想去海邊度假旅 遊買一套房子 出租給人 做旅遊客的房東 衛東一定是適合給的 都是找我們去做專業的資訊 看你適合什麼 預算是多少 衛州其實是一個很包容的城市 以及非常之文明 其實衛州已經是連續五次 榮獲全國的文明城市稱號 已經有五次評為全國文明城市 所以這個城市是包容開放的 以及人民數值比較高 沒錯 說回第二個 衛州的環境都非常之好 在2022年環境報公佈 衛州空氣質量排名全國第四 即是空氣非常之適合去居住 養老 移居 這個成語真是移居 真是非常之好 空氣非常之好 因為衛州你知道有山有水 真是旅遊城市 半程山色半程湖 沒錯 第三個 衛州是令人比較向旺的 這個花園城市 剛才說的 衛州是同時擁有山 江 林 湖 布 林 海 島 島嶼都有 非常之多的稀缺資源 稀缺資源非常之多 有特色 山林、湖海島、梯林、江 全部有 衛州這個城市 森林覆蓋率非常之厲害 森林覆蓋率達到61.67% 你看回衛州全市森林面積有1049畝 這個城市天然大氧霸 空氣非常之好 無論買哪個樓盤去 早上你會感覺空氣很清新 而且神運時不怕氧氣不足 剛才說了衛州 其實真的非常之好 重點說 衛州作為二線城市 發展得這麼好 其實樓價 都不是很貴 不貴 基本上那個 怎樣說 價大致上是5000至13000 5000至13000 你也知道 毛坯和裝修都有 任君選擇的 所以這個性價比非常之高 即是無論你是投資 自住 退休度假 都非常之好 非常之好 因為 價錢始終是低的 你想想 二線城市 這個價錢 五六千元都有 即是未必有人相信 可能那些四五線城市 就會賣到7000左右 但真的便宜 真的便宜 作為二線城市 雖然說這麼好的交通 幾千元 如果香港說 幾百元一呎 你想想甚麼概念 如果香港來說 可能是幾萬元一呎 所以性價比非常之高 我呢 我和永寧 大家都知道 我們是維州 不要說地膽 起碼是比維州比較熟 我呢 我在維州市場 做了很久的發展商的甲方 即是售樓署上班的銷售 我在碧桂園 萬科 卓越 和亞巨洛中海 保利 其實我都上班 其實每個樓盤 基本上都有我之前的領導 同事 其實每個樓盤都很熟 辦事會方面 可以和客人爭取額外的優惠 和紮金蛋也多隻 熟人又不同 通暢一點 沒錯 我在維州做了十年地產 剛才說經過了 這麼多發展商上班 所以我是非常熟維州 了解維州 本來我們都是維州人 沒錯 我們是客家人 本來是博羅的 沒錯 所以我們非常熟維州 是的 我們的業務範圍 其實不局限於高層 我們的業務範圍 其實你想要的產品 我們都熟 高層 別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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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寓 雙鋪 都可以 地皮我們都有 只要你想買 我們任何產品都熟 沒錯 我和永玲 還有一個奴商同事 我們三個同事是維州團隊 都可以找回我們去諮詢 我們剛才說熟識維州 了解維州 我們可以給最專業的市場分析 和買樓的諮詢給你 作為參考 你選擇樓買樓 選哪個城市 區位 就不會太迷茫 你打電話給我們 有問必達 沒錯 永玲 經過剛才說的維州 是否真的很好 維州 維州 作為置業 是值得考慮的 買不買都可以過來 對比一下 沒錯 真的 我覺得買樓 懂得買就買維州 是嗎 我和永玲 持續都會推介這些維州的筍盤 給大家 是嗎 現在又是出團 又是出發 你看我們經常這麼忙 每天都開車 可以接送客人去看 真的很忙 又是出發 瑞士都可以 例如說現在想看樓 現在都可以出發 沒有問題 我們在深圳的關口接送 記得WhatsApp我 674-00-605 記住我的電話 如果想看樓 就一定要找回我 674-00-605 找回阿唐和永玲 我們今天就分享到這裡 我們下期再見 好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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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